羊的演变 甲骨纹的羊像个羊头轮廓的象形字 中间一竖 加上两横将羊的面部线条化 金门的羊 羊角卷曲 更趋于羊的面部形象 笔画略微加粗 小钻的羊像一只羊的正式图 羊角 羊的四肢身躯更抽象化 丽树的羊 楷树的羊 承接小钻的字形 笔画的线条更规范 说文解字 羊 想也 从 向头脚 逐尾之形 孔子曰 牛羊之字 以形举也 羊象征吉祥 字形采用 作为鞭鞭 就像羊的头 脚 足尾的形 孔子说 牛羊等字 都是根据动物的外形 来表现的 这就是羊的演变 导音